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KKBOX朋友大家好,我是智安 今次這張新的唱片叫做新天地 其中裏面有一首主打歌叫新天地 我用了這首主打歌作為我的專輯的點名 另一個原因是他希望許智安在嘉盟新的公司 在他的音樂創作或作品裡 都有一種新的天地 有一種新的不同的感覺 所以作為了我這場唱片的靈情 其實是Wyman的看法 因為Wyman他一向寫詞有一個風格 就是他會變 但他會變你會很服他 其實我將這首歌的時間 大家都有討論過 我想寫一些正所謂的香港系列的感覺 而他寫到一半的時間 他告訴我 我不知為何寫了chorus 幸福的起念 他寫到這件事 他會覺得這件事是好過大家談的一件事 我既然這樣還給他寫下來 這是他的看法 但他也覺得很有道理 一個幸福要經過很多的磨合 要經過很多的大家共同的追隨的一個點 大家有共同的目標才可以維持到一個關係 而這個幸福也不需要妒忌或羨慕 是大家要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所謂的幸福 所以他這點我覺得很適合 所以就這樣唱了 不過這首歌我唱的時間有點尷尬 因為錄的時間 這首歌本身是有點雖然的感覺 Eric Cox就希望我唱得開心一點 那我就覺得唱得… 其實也不用太開心的 因為這首歌其實某程度上 某些事情都不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講的 其實這件事大家都不用妒忌 因為大家都有份 大家都要去努力這樣出來的 所以不應該唱得太開心 大家都咬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應該要用現在這個方式去唱 就不要太開心 歌會聽得很便宜一點 一個名字其實有人做過 我知道 林夕以前做過一首歌叫做 《黃金時代》 都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他們見證了某些事情 我想做的事是… 我先想到這個歌名 我覺得這首歌的歌名 這個《士多廣昌》 是會有很多香港的回憶 或者所謂的香港系列的東西出來了 周耀輝剛好在那裡住 他說他小時候跟他媽媽去街市買菜 就是那些位置 所以他寫了裡面的歌詞 其實裏面的歌詞我很喜歡 如果真真正正感受到 在那一帶的地方 譬如以前他行的街市 現在 正確實在那個地方 那個位置是做了 賣鑽石 店式的地方 他以前是戲院 他再前身是甚麼 所以他很清楚 他寫了下去的歌詞 來到他講香港的一些見證 一些他的變化 情懷系列的歌曲 我也經歷過很多不同的事 所以我會覺得 總是看到一些很不同的 因為住的地方 都很不同的 就是變化歌 地方不同了 他的歌曲 送出來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覺得 想試一試 就是用我現在 這個時候的感覺 去唱這首歌 所以就有這首歌 黃大仙 這個地方實在太好了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長大的 黃大仙很近新浦江 他由我家走去一個地方 他是位於池雲山 黃大仙附近的一個地方 是一個流產所來的 那個流產所叫做安安流產所 我媽媽快要生我的時間 就要走去那裡生我的 所以我也叫他去 我在幾年前 自己沒有工作 炸車去那裡走 當然我住那裡拆了 那裡走 我看到安安安流產所的字 它是用紅色字寫的 但好像有了很多次的白有黏 但仍然是因為它的紅色底 我還隱約看到安安安流產所 那我就看上二樓 原來在幾十年前 我在這裡 直接在這裡出生 我記得 然後就 很奇怪 押了幾個星期 然後我又再 有一次 就和我的朋友 游車好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看看我出生的地方 很近的 去到那裡 可能這麼巧 就是他再游那一陣油 就沒有了那個字 沒有了那個五個字 這個也是我一個很重要的回憶 看完這個回憶 第二就是 我以前已經擁有很多的真車 就是駕駛那些車 因為那時候我以前有一個廢車場 在我住的樓下 那些廢車不動的車都燈在那裡 但是那些門又不知道怎麼開了 那時候我到暑假就下去 就選了一部車 跳上去開門散門 然後就自己 接著我去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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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進入別人家裡 那人家又會說 嘩 來了 這樣 就是有這樣的動作 我那隻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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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 不理不靈,可能會這樣的 人家會有什麼樣的投訴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以前那種感覺 是我最喜歡的,最羨慕的 我相信現在越來越少這些感覺 感到很重要的地方 中文字幕提供